根據統計 就是說睡眠呼吸中止在整個人口比例裡面 大概9%到38%左右的人 會有睡眠呼吸中止的狀況 那只是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被診斷出來 我想藉著這個機會就是說 讓各位重視一下睡眠呼吸中止的一個嚴重性 那不管是對於自己的健康 或者是在開車的時候 也是用自己的安全跟別人的安全 很多這些所謂的職業駕駛者 不知道自己有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的話 那就是會產生一些危險 那嚴重程度有點類似酒駕的一個狀況 當我們看到它的數值是70的時候 可以知道說大概其他的治療 它還是可以去試 但是它的不管是效果可能都會比較差 我舉例來講 今天睡眠呼吸中止指數是20級或是10級 跟70級 你的揚揚呼吸要打進去的那個壓力是不一樣的 所以壓力越大你越有可能會帶不住 你就越不舒服 假設子和牙頭你就要越往前 你才能夠打開這個呼吸 但是你就會越不舒服 在國外統計 大概這種嚴重高於30的睡眠呼吸中止 我們應該就要開始考慮 那尤其是像它這種骨骼已經很明顯 是因為你的上下額骨很厚縮 整個塞進你的頭裡面 然後離你的脊椎很近的 第二個是嚴重的睡眠呼吸中止 那麼第一線你就應該要考慮用症候手術來治療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